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 我是陈彦良 今天我们的嘉宾也是一个老朋友 吴晨老师 经济学人商论的总编辑 我们之前在隔离期间 曾经有一次在视频号 在微信上连线直播过这么一次活动 那么吴晨老师当时是我们的嘉宾 今天终于邀请到他来 给我们来做播客了 作为播客嘉宾 很高兴 好不容易 我们约了可能快要一年了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吧 我们也想多聊一些各种各样的话题 因为经济学人其实对于全球的议题 环境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全球化的问题都很关注 我们其实也因书结远 之前是因为盖茨的这本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一直在想聊这样一本书 但是我们那天在视频号连麦的时候 我觉得更有意思 因为我们相互之间都在 一方面是吐槽 因为我觉得在封闭期间 其实大家需要有更多的互动的过程当中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相信也是帮助了你更多的了解 经济学人在中国到底在做些什么 是 而且那次我们连麦的那次 不只是盖茨的书 还有你们自己经济学人的书 对吧 复告那本 而且这个跟我之前 就是在做播客之前的工作还串起来了 因为我也那天跟你提了 复告的编辑 我之前是在 在《见面文化》里面做一个复告记者 就非常丧的一本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到最后都是要去了解人 对吧 而且复告呢 我在跟复告编辑的聊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会发现说 即使写复告这样一个 可能几百年都有人在做的事情 都能写出新意来 因为你在想的是说 我可以有宏大叙事 我也可以有特别特别细微的叙事 我可以去把全世界各种各样细微的人的体验展现出来 这可能也是做这样的编辑的一个魅力 对 推荐大家去读一读 《经济学人出品》的复告那本书 通过复告也可以来了解我们过去经历的这些历史 尤其是它承载在《经济学人》这样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媒体里面 吴老师先来给我们的听众稍微介绍一下 《经济学人》这本杂志 它的一个定位 《经济学人》我们叫做1843年创刊的这本杂志 也是在全球化的1.0的版本 就是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 它要在全球扩张它的市场的版图 在这个过程当中创建的一本杂志 那这本杂志的利益也很有意思 那个时候在1843年 英国在讨论一个法案叫做玉米法案 那玉米法案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英国在海外很多的殖民地跟市场 不断在输出自己的工业品 工业革命之后 但是另外一方面 英国是不是应该进口或者允许进口 或者低关税进口海外的农产品 这就变成一个大的问题了 如果你是一个全球主义者 你是一个自由贸易者 你想说我在打开别人的市场的时候 打着的是自由贸易的这个旗号 那你在英国市场 为什么不为海外的农产品开放市场 第二个你如果是李家图的信徒 你相信每个国家相互之间都有 相互的竞争的优势跟劣势 那这个时候英国如果擅长的是工业品 那其实其他国家擅长的是农产品 相互之间自由贸易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好处 所以说这是一本 跟很多其他的杂志或者报纸不太一样的 就它在创刊之初就特别强调 我是拥抱自由贸易的 我是拥抱全球化的 我是拥抱大家互通有无的过程当中 推动全球发展 那这样一百七十多年以来 它基本上已经覆盖到全球的很多的市场 它有一些会智人口的这个专栏 除了辅告刚才沈亚良提到的 那我们还有熊比特专栏 那也是因为熊比特这样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 他强调颠覆式创新的这样一位经济学家 我们去了解说全世界的很多新的商业创新 可能就在熊比特的专栏里面就能看得到 当然我们也有自由交流专栏 free exchange 这可能是很多人会说 经济学生是不是一本经济学的刊物 是不是它在全球的咖位是什么样子 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份经济学的这个论文 人可以在经济学上发表 唯一在free exchange 也就唯一在这个自由交流专栏 我们的记者会去梳理最新发布的很多经济学的研究 然后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 然后去了解一个现象 去探讨一个现象 所以这很有意思 第三个专栏值得推荐的叫巴托比专栏 那是讲职场的 它好像是一个比较近才被推出的专栏 背后的故事应该是有一个职场当中 不断在做很无聊的事情 但是不断在工作 在工作当中小说里面的一个梗 但是它其实在探讨 因为经济学生是一个议题驱动的杂志 所以说它会很关注大的话题 比如说在过去三年 我们看到的三个重要的话题 全球化我们就不谈了 另外一个就是技术带来的变革 就是到底人工智能是有多大程度上改变职场 有多大程度上会替代某些低端的重复性的工作 那与这个相对的就是巴托比专栏 希望去开拓的 就是我们工作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一方面有些工作会被替代 另外一方面我们职场到底应该怎么走 才能走得更开阔 我们每个人经济学生也会有一个很好玩的比喻 说我们之前的整个人的职业规划是爬梯子 现在职业规划你要是爬树 你不是按照一条线上走 你可能是有分支 你可能要跳来跳去 所以这几个都是挺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刊物 对 你想1843年对吧 今年是2022年 这个180年过去 三个甲子啊 可能没有在媒体待过的朋友不了解 就是养一份这样的对吧 历史悠久 同时又广泛的影响力的媒体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尤其我们作为中国人可能会更加的有一层这样的感慨 其实养一个这样的媒体真的很困难 我想纠集一群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写作者 对吧 这些编辑出一本刊物 然后凭借某几篇甚至几十篇这样的报道 在某个十年里面就要形成自己的这样的声音 这个我们经常看到 但很多时候我们把视角一拉长 他们也湮灭在这些我们的历史进程里面了 对吧 你要穿透这个时间是很困难的事 所以他其实是在创建一个英文叫institution 中文叫做它是一个体制的东西 这个体制其实说就是说 他不会因为人的更迭而丧失一些东西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是进化的 他的观点在做有些小的修正 他的影响力在不断的去适应整个变化的世界 在经济学生庆祝100周年的时候 那就是80年以前了 有小编辑去问老记者说 我们在经济学生去写一个leader 写一个经济学生最前面的社论的专栏 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那老编辑就给他一句话说 Pretend to be God 对吧 就是你要去想想看 你自己去想像你是上帝 对 这就是上帝视角 上帝视角什么意思呢 宏大叙事嘛 你社论一定是宏大叙事嘛 那你要掌握大量的资料 大量的信息 但是你一定要有敢于评判 然后所以说 如果我们看经济学生的这个社论 他基本上能看得到 前面三四段会把一个问题剖析的非常清楚 摆事实讲道理 但是社论最后一定是有一个call to action 一定是有一句话告诉你说 我觉得这件事有问题的话 我给你的替代的方案是什么 这其实是很少有杂志或者媒体能够做得到的 财经作家吴小波老师 他在当年那本激荡30年开头 对吧 描述了中国在改开前夜 那个经济重新启动的时候的种种景象 对吧 包括什么外汇管理局的设置 然后还有上海当时第一家民营企业 叫什么上海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 对吧 它的出现 以及关于什么轻工业 还有保险行业是否要开放的讨论 等等等等 其中有一个地方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 着重讨论了来自英国的这本杂志 经济学人他的一个视角 原话我可以念一下 在时代周刊 新闻周刊还在为中国打开国门而大呼小叫的时候 一向严谨而不是声张的经济学人 却已经在思考更深层面的问题了 他提出了一个很有前瞻性的问题 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对现有的国际市场构成致命的冲击 要知道这个问题在20年后才真正的成为一个问题 从现有的资料看 经济学人是第一家提出这个疑问的媒体 就凭这一点 他称得上是真正的预言家 这个是吴小波老师在激荡30年里面的一段描述 你刚才提到吴小波的这个观点 其实也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讲说一个媒体他时间久 他还存活 背后他一定有一定的道理 那这个道理 这个institution的道理是什么 他有更长的时间的尺度 因为我们讲我们去看周期 很长的周期可能是100年 那100年是超乎一个人的生命的周期 但是你这个institution 你这个机构如果有很强的记忆跟传承的话 他其实是会在历史的不同的进程当中找到相似性 比如我们现在在去谈全球面临的挑战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会在1914找到一些 你会在1921找到一些 你可能会在1929 这不同的年份 他其实都给你一些历史的启示 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这个经验 对吧 但是他之前的叙事 他之前的关注点就会告诉你 所以这个时候你回到你刚才讲70年代末 当中国重新改革开放的时候 他迸发出来的这个生命力 其实如果你有很长的历史视角 你不会觉得他是让你觉得很surprising 很惊奇的 你只会想说这个迸发出来的这个生命力到底会有多强 会带来多大的改变 这个就像我们都听说过一本书 十亿消费者 就里面有大量八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很多内情 感兴趣的可以搜一搜 其实他这个书名也是在致敬另一本 更古老的观察中国市场的作品 四万万消费者 这本那个四万万消费者是写在1937年 非常早 以及我们甚至可以上述到马加尔尼访华的那个时代 对吧 乾隆时代 可以说从经济角度去思考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这个想法 一直都存在在欧洲人的这个心里面 所以说中国作为一个市场 其实很早就留在了老外的心目当中 对 我们今天就是可以来先 就是我们将来可能会跟吴老师录一系列的节目 希望有更多的合作 当然我们今天录节目 主要目的也不是向大家介绍经济学人如何如何 我们邀请吴老师归根结底 主体还是想聊一个我们都关注的话题 那这个话题呢 也和当今世界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商业人物 有关联 那就是比尔盖茨 之前我和吴老师在微信视频号连线的时候 其实简单聊过 盖茨本人最近几年 他一直投入在这个公共政策领域 关注卫生话题 关注流行病话题 关注气候议题 尤其是他作为一个技术出身的巨富 把大量的资金运作于这些他个人非常关心的项目上 同时盖茨他也非常重视舆论阵地的建设 包括他写文章 以及写书 今天我们其实可以先从盖茨最近出版的这两本书开始 这两本书现在都有中一本 一本是早些时候出版的这个气候经济与人类命运 另一本是刚刚出版的如何避免下一场大流行 我们也会顺着这个话题 讨论一下就是盖茨这个人 他的知识啊 或者说信息摄取的方式 以及他的这个形式风格 还有他的基金会 在涉及这些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的投入 与成败得失 当然这期节目我们也不想做成那个单方面吹捧盖茨的 这样的一集播客了 那关于他这么多年 尤其盖茨的基金会 他的运作所受到的一些批判 我们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讨论 先请吴老师从这两本盖茨自己写的书开始吧 对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两本书 第一个是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英文是如何避免一场气候危机 然后新的这本书是如何避免下一场流行 大流行 我觉得这两个都能体现出来盖茨的三个要点 我觉得我们再去看 我们把他的首富的身份去剔除之后 他三个要点 第一个 这些都是在他的广泛的阅读和广泛的交流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他在第二本书写 我怎么去避免下一场大流行的时候 在2020年的2月份 也就是当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他就想到了我在我自己的家边上 能不能请到各类的专家来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未来可能发生什么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好应对 所以这是很重要 就是你要大量的搜集信息 第二个 他体现出来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企业家 他有的问题意识 也就是气候变化 这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2021年的时候 已经是大家很关注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他离我还是很远 他是30年40年之后的事情 盖茨拉过来 如何避免下一场大流行 他其实是一方面大家走出疫情之后 对于疫情的反思 更重要的他会意识到说 因为这场疫情给全球经济 全球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所以说盖茨说 我不仅仅要反思 我们要有行动的框架 这就回到他第三点 第三点什么呢 知行合一 对吧 我们讲很多的企业家 他可能会有问题意识 但是他不一定觉得 我到底能做什么 也许我只能捐点钱 但是盖茨做好了说 我钱肯定是要给的 盖茨基金会在解决大的全球性的 或者是扶贫 或者是治疗大的流行病 传染病 他其实是不吝息钱的 另外一方面 他自己也要用自己的行动 去唤起普通老百姓 对这样议题的认知 所以说这两本书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这个特点其实我们特别推荐 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中学生 就能读懂的书 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他写这本书的主要寓意是什么 他的受众是美国人 一个是气候经济 一个是疫情 美国都有很多的假媒体 或者这个假新闻 或者是很多人说它不存在 对吧 所以他要写的科普 要科普到什么呢 中学生都能够读得懂 因为他必须知道说这些事情 如果普通老百姓 对他没有明确的科学的认知 你又怎么能够推动大家去推动改变 对 而且这方面我觉得就是盖茨本人 想的比较清楚的一个地方 他要通过自己这种出版 他没想过 我只去影响那些这行业里面可能最顶尖 或者只是影响他的崇拜者 我要去和这种 比如说整个舆论市场里面那些 就是吸引人们的这些 可能但是从信息上来说 就不太准确的这些内容去做对抗 那我们很早之前说过那个道理 就舆论高地 你不去占领就有别人去占领 我觉得盖茨可能最近这几本书 尤其他这种非常科普向的这种写作方向 和写作形式的话 就是可能会反映出这种偏好 但是你刚提到这种北美世界 英文世界里面这些fake news 这些假新闻的事 对我们之前也都讨论过 就是盖茨本人也是一个受害者 就是新冠刚刚起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盖茨早在2015年 就有一场著名的演讲 就是当时他提到他的一个观点 未来对于人类来说 最大的威胁可能从哪来 他在2015年就认为会来自于大型的流行病 对吧 但当时的话 包括我自己 当时看了之后就真的吗 不是特别信 转眼五年过去 你发现真的就来了 那这个在北美当然也是 肯定也是借助社交网络 这些视频重新被人在翻出来的时候 有一些天有家处的一些描述 对吧 很多说白了就文化水平不太高的 这些阴谋论爱好者们 就很容易就认为 哇这个盖茨你这种巨富 你凭什么早五年就提出这种观点 新冠是不是你搞出来的 当时就立刻变成了新冠受害者 阴谋论是最不好的一种散布谣言的 因为它无助于解决问题 但是它是煽动大家的情绪 但你看到盖茨 即使是做过准确的预测 在他第二本书里面 并没有这句话 I told you so 对吧 他并没有说我告诉你没听 对吧 他强调说我也是受害者 因为即使他做了这个预测 即使美国的机构有很多的 在19年甚至在西雅图 都做过类似的实验 类似的预言 但是大家发现 大多数的国家 大多数的群体 对于一场大流行病的爆发 都是缺乏准备的 哪怕你之前有很多很多的预言 所以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你看标题就特别有意思 如何避免下一场大流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他强调的是避免 强调的是大流行 而且他是在这一场大流行 走到基本上末端的时候 他开始提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 对于整个流行病而言 未来发生什么样的流行病 未来会出现什么新的病毒变种 你很难预测的 但是你能做到什么呢 你能做到的是 让这个outbreak 让这个新爆发出来的新的疾病 不能变成一场流行病 这是全世界需要去做好的 这不只是一个国家要做到 所有国家都要做到 不只是富国要做到 富国跟穷国要做到 这不只是说简单的 大家切断互联互通就可以 因为我们知道 切断互联互通 对于全球经济是灾难性的 他其实是要强调 构建一个很重要的体制 这就是盖茨非常重要点 而且还有一点 其实我们今天还没有仔细谈到 就是说盖茨是个技术控 这也是跟很多企业家不一样的 就很多企业家说我是慈善 我可能公共政策我参与讨论 但是我很难去科普 盖茨说我不仅帮你科普 完了之后我还告诉你 解决方案我都帮你提出来 因为这些解决方案 我还是把我的真金白银的 慈善的机构 我自己投资的钱 会放到这些公司里面来的 这是他的特点 是 而且我们去 因为我一直关注盖茨的书单 比尔盖茨他自己本身是有 中文的公众号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上面经常会发一些这种小文章 其实很多小文章也是翻译 就是盖茨本人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随笔 他会列出自己 最近又在看啥书 最近这一两年还认识了不少 过去可能就不是特别了解了 这些作者 当然他们本身在英文世界 在他们的领域里面 都是很出名的一些人 你就可以看到盖茨他本人 对于疾病领域的研究 他的个人的阅读 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一个图谱化的一个脉络的 包括他去关注这些像天花 像这些人类的免疫系统 包括像瘧疾 像小儿麻痹症 像一些比如说 囊性纤维化的这样的一些 所谓的疾病 然后包括他去关注一些热带疾病 以及去关注这些 比如说美国的医保系统的改革 这也是一个就美国政坛 过去30年来 一直被讨论的很久的话题 当然他也推荐过一些 他推荐的有一些书 在中文世界是早就有引进的 像那个《重病之王》 对吧 《癌症传》 它也是一本很有名的 这样的一个关于癌症的科普图书 品质非常好 就是你光是去看书单 你会发现就是 盖茨其实花费了大量的个人精力 在这个流行病的一个研究上 那我想比如说像吴老师 你看了最近的这本 就是他写的这本 就如何预防下一场大流行 就是你如何解读 他通过一本书来 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行为呢 我觉得在一个疫情走到一个末端 这个末端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首先我已经有特效药了 第二个我已经有比较有效的疫苗 对吧 但是这个疫苗是防重症 不能防感染的 对 然后第三个全世界都已经 或多或少对这个疫情 有深刻的认知之后 帮他建立一个框架 所以他首先有个框架思维 这个框架思维是说 我应对下一场大流行 需要必备哪些东西 这个东西是说 我怎么去让疫苗变得研制更快 第二个我怎么去做通用型的疫苗 而不是要根据每一个变体 都要去更新的疫苗 那这个时候我之前 因为他在书里面特别提到mRNA 对吧 这个性食 mRNA这个技术 其实在欧美 BioNTech跟那个Moderna 这两家公司 其实研制出来特别快的 效果也相对比较好的疫苗 他也在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说 我们在基础科学的研究 像这种基因科学的研究 一定是基几十年的研究之后 才会有这个机会 当我们面临大流行的时候 在一年之内 给出特别有效的药品 所以他首先从治疗跟预防 这两个角度给出框架 第二个他要提出来 说我们之所以在两年之内 全球经济受到重创 很多国家都没有 很好的控制到大流行 就是因为我们一方面 缺乏思想上的准备 另外一方面 我们缺乏行动上的预案 就是当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怎么去更好的监测 怎么去更好的溯源 我们不让它传播的那么广 我们在更早期 就能够把它应对住 这是写这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 这也是贯彻了 盖茨在讨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一贯的观点 就是这是 我觉得他特别难能可贵 在前面那本书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的时候 他要强调说 富国跟穷国 在应对气候危机的时候 是肩负不同的责任的 你已经碳达峰了 对吧 你现在可以谈碳中和 因为你的经济 已经发展了一定程度 你之前排的碳 我并没有问你要成本 对吧 穷国想要发展 在现有的技术上 我仍然是经济发展 就会使用更多的化石能源 对吧 这个时候你就 富国要向穷国 有更多的责任 在疫情这个点上 因为这两点都是全球化的 也就是说控制不好 所有人照样 对吧 那这个时候需要说 发达的国家 有能力的医疗机构 有能力的药厂 到底怎么能够帮助 发展中国家 帮助贫穷国家 有应对这样的大爆发的框架 这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 所以你能看到 他写这本书就告诉你说 我过去这一两年 有很多经验 这些经验完了之后 我们给到所有的国家 都要有一个预防 就是说我们要更快的推出疫苗 我们要更快的研发 好的特效药 好的特效药背后 就要大数据人工智能 来参与到生物化学的研发 我们要整个审批的流程 要变得更快 最后我们还要知道 穷国是需要帮助的 而且好像过去 就是两年多的 这个新冠的大流行 好像确实为盖茨 他本人对于这个疾病预防 乃至于这个疫苗 推广方面的很多的工作 他都是有一个直接的刺激 甚至盖茨本人是深度参与了 在美国或者整个联合国 对吧 世界卫生组织 所去发起的 非常多的一些新冠项目 而且他自己给WTO的捐赠 就是很多 对 就是他可能是 仅次于几个大国之后的 最主要的捐赠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他特别强调 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全球的 Task Force 他起了一个名字特别不好 叫Germ G-E-R-M 很多人就说你 你起一个好听高大上的 你别起一个这个作劣语 变成是一个这个病菌的这个名字 但是他其实说呢 我全球希望是有至少一千多个 各个领域内的专家 都是跟治疗大流行病相关 但不是简单的医疗专家 有公共政策的专家 有物流专家 有研发专家 有制造专家 有监测专家 有大数据专家 这些人要聚在一起 而且他们每年都要讨论 每十年 全世界都要做一次演习 他特别强调 我觉得我们有预案和演习 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才能够加框架 他也提出来说 富裕国家 你要把0.6%的GDP捐出来 用于全球的大流行病 和治疗很多的传染病的研发 这其实给的我们也很重要 就是说你不能等到新的病出来了 你在大家在谈说 我们应该怎么做准备 这是这本书的药医 是 就是过去关于 尤其在中文世界里面 好像关于盖茨本人在这次新冠疫情应对中 对吧 他出的这些例好像提的不是特别多 当然他有非常多的一些原因 离婚还是有很大的原因 对吧 但其实盖茨他本人和包括世卫组织的合作 也不仅只是从新冠才有的 他其实从上个世纪末 从90年代开始 甚至他参与了非常多的西方的一些大的药企集团 和WHO之间的这种 其实是知识产权之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争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纪末有那个当时艾滋药物 对吧 是否可以被这个国有强制执行的这样的一些官司 像当时南非的曼德拉和这个大药企之间 会有这样的一些矛盾在这 那么当时盖茨就已经参与进来了 就这方面的话 其实是不是也说明 就盖茨本人 他在90年代转型去做更多慈善以后 他确实还是有一种 我感觉是一种很学霸的一些思维 我觉得他 第一个他学习能力很强这一点 对吧 第二个他真的带有好奇心 第三个他带有很多官僚机构 跟公共政策的执行者缺乏的点 第一个他知道生意是怎么做的 对吧 就是我们讲说 一家药企花了几十万美元 研发出来一个好的GV9治疗 HIV的这个药 然后你这个国家说 你要给我免费 你要给我这个 让我可以很容易就做纺织药 盖茨告诉他说 游戏不是这么玩的 对吧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第一你要鼓励药企 未来有这样的动力去研发 他研发HIV是因为有大量的市场 没有这个市场 这个病再重 再有拿诺贝尔奖 也不会有人去做 所以说你一定要把这样的动力存在 第二个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了 就我们在新冠疫情的时候 早期就会有很多的国家说我们应该豁免 或者说我们把这些新冠的新的药物都免费开放给发展中国家 盖茨告诉他说 其实很多精密的药物 尤其像这个MRA这样的药物 你就是把蓝图交给一个国家 交给一个厂 他没有经验 他是很难 英文叫reverse engineer 中文叫做什么 你就说重新这个自己把它按照蓝图把它造出来 因为整个制造流程是非常非常难 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简单的告诉你 专利免费 蓝图给你 你造吧 要手把手交 这个时候大家要有协作的基础 第三个呢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怎么保障你有经济的利益 我怎么保障大家有动力去协作呢 我来 对吧 钱我可以出 如果是这个事情就是简单的钱能解决的问题 像盖茨这样的亿万服务 出几个亿美元去帮助大家去建 是很重要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他特别提到一个案例 就是90年代的一个案例 就是他盖茨基金会牵头 帮助南非的一个generic 就是我们叫仿制药的制造厂 做了一个鸡尾酒疗法的治疗艾滋病的更便宜 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不到的这样的疗法 在演仿制的过程当中 疗效又翻了一倍 他其实告诉你说 无论是生意 还是制药 还是公共政策 都是特别复杂的问题 而这个复杂的问题 如果你简单情感化说 富国应该就简单捐给穷国 这些赚了很多钱的大药厂 他赚钱是不道德的 那事就很难办 所以说他也是一个特别专注于细节的人 没错 就是因为我盖茨 他去转型慈善的故事 这个很多科技迷都清楚 就是盖茨曾经也是一个大魔王式的人物 非常不讨喜 大家认为这个人就没什么个人道德 是一个嗜血的 这样的一个科技资本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但是从90年代以后 他转型去做慈善 但是我们一看他去做慈善之后 他真的钻进去了 尤其这么多年下来 对吧 所以我们就是 你一个人不可能是装成这个样子的 就是盖茨 我们去通过他梳理他整个的 最近20多年来的轨迹 包括他的所作所为 哪怕仅仅我们去看 他在这个卫生领域 做出的这些事情 到今天为止 盖茨进行会在世界卫生里面 已经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了 刚刚吴老师也说过了 世卫组织对吧 作为那个捐赠者 盖茨仅次于 他是第二大捐赠者 他仅次于美国 他的这个基金会 然后包括他也是那个H8组织里面 唯一的一个民间成员 所以他其实 盖茨基金会发挥的这个作用 对于世卫来说 其实超过了非常多的 就是当代的这些国家 而且他的好处在于 就是他跟世卫组织相比 他更灵活 对吧 而且当然你可以讲说 他也只能专注这几个项目 推荐大家去看盖茨的 应该是19年有一部纪录片 里面讲了三个重要的项目 其实很有意思 怎么在非洲提供水 清洁的水 对 我们其实在中国 你很难想象说 清洁的自来水 在很多非洲国家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帮你去做好的清洁的水 第二个 我怎么去建一栋厕所 我们也提过厕所革命 对吧 但是厕所革命 它背后盖茨做的厕所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 如果说没办法帮你提供下水道 这样的基础设施 我能不能直接一步到位 帮你建可以移动的 可以解决的 可以降解的厕所 无水化的厕所 厕所 对吧 这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第三个就是 怎么去对很多的传染性疾病 无论是伊波拉 还是其他这些传染性疾病 让当地的人 一方面是有意识 这个时候你要换位思考 比如说在非洲的很多国家 他们对于这个传染病 和人之间的这个交往 因为传染病 你很多时候是要求 大家是没有任何接触的 但是这是有违 他们自己的宗教 或者是这个族群的信念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怎么去站在他们的换位思考 然后提供有效的帮助 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所以说你能看得到 这三个案例 都是因地之一看到了问题 第二个 希望能够有科技的方式来解决 第三个 它其实也没有很大程度上 替代当地的政府 因为基础设施这样的问题 像盖茨这样 你再是大的财团 大的慈善家 也很难做得到的 但是我可以跳过你的基础设施 给你提供一次性的解决方案 是 所以他也会去 比如说去讨论一些 让疫苗不受温度的限制 对吧 包括设计那种所谓的鼻喷雾剂 这样的形式来阻止空气 作为这样普遍的一个传染件 这其实也是 他在对当下的这个疫情的一个理解 就是说呼吸道的疾病 其实是传染病当中比较重要 但是相对经过这一次大流行之后 大家关注度会比较高的 那这个时候我需要的是两方面有大的突破 一方面他提出来 我有没有能够出来一个广谱的 就针对新冠和流感 这些很多毒株的疫苗 这样大家打了 或者说我每年去打一针之后 我基本上这样的呼吸道疾病 就会得到很大的控制 第二个尤其是我们看现在Omicron Omicron其实它在攻击你的上呼吸道 但是不再攻击你的肺 这个时候你如果有鼻息剂的话 你其实很大程度上 就可以更好的减缓感染和再传播 所以这个时候 技术控好处就在于说 他会挖得很细 他说那既然这个 大家都认为这是点 那你能告诉我 谁在这个领域里面做的好 我就投钱给他 对是的 刚刚说到这个疫苗的问题 其实盖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他是非常支持各种疫苗接种的 而且不只是针对新冠 其实过去20多年来 他创办了一个叫疫苗联盟的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好像他自己也说过 就是2000年以来 对吧 22年过去了 这个组织给8.8亿的儿童接种过疫苗 你如果从统计上来讲的话 他可能避免了大概1500万儿童的死亡 所以这个事情确实也算是 盖茨基金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这是他关注儿童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的贫困国家 其实你衡量他贫困 或者衡量他医疗水平 最大的一个指标就是儿童的死亡率 所以说他也是抓住这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再次看盖茨分析问题的时候 无论是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还是如何避免下一场大流行 他都要抓住那个大问题 其实你可以加一个 性价比比较高的 对吧 我去抓儿童能把一个国家的儿童死亡率 从千分之一降到千分之零点五 这就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同样的在气候问题上面 我们也要看 我觉得当时我读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科普 它把你所有的主要的气候 二氧化碳排放的来源排序 前五大 你想很多人在看这本书之前 根本不知道的 第一是汽车吗 不是 第一是什么 第一工业品主要是钢铁跟水泥 想象一下 钢铁加水泥这两项 占了四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排放 中国又是钢铁跟水泥的大 河北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一下子紧张了 你觉得钢铁跟水泥 那我们到底未来有没有好的办法 做绿色钢铁 绿色水泥 这是一项 第二项才是发电 发电 发电是什么东西呢 煤电占比是多少 你看一些这个数据 那我是不是 我们现在有那么多风电 那么多太阳能 那为什么维电还占那么多 那我解决方案是什么 用天然气行不行 天然气的碳排放是煤的一半 挺好的 但是你建一个工厂的发电厂的时间 不可能说让它只运营20年吧 可能50年 那50年到2050年的这个大的目标就不够了 再下面才是其他的很多东西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阅读也是很愉悦的 突然发现 这个领域里面竟然有很多的知识 我都不知道 比如我们经常会讲的 为什么有很多公司去做人造肉 这也是过去这五年 硅谷特别喜欢的一个话题 但你去跟那些做人造肉的 这个投资人去聊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跟你讲说 人造肉的口感怎么样 那我做的这个人造肉 当然会稍微提一下 我这做人造肉 因为加了那个含铁的这个物质 它可能血肉饼 可能口味还可以 他更多会跟你谈说 我在做一个降低气候变暖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牛跟羊这两个反芯类的动物 他们贡献的甲烷 相当于二氧化碳的话 将近全球的10% 所以我要改变的是说 畜牧业给整个全球变暖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未来如果我们不用牛羊肉 我们用植物蛋白 那能够大幅的降低 这个二氧化碳 所以说你能看到 他在把这些问题列出来之后 他在告诉你说 我要投的就是 要么是替代性的 就是我说我们新的技术 绿色的钢铁 绿色的水泥 这带来的payoff 这个成果是最高的 要么就是说 我会支持新型的核电 因为核电是清洁能源 他认为是 对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像比尔盖茨 他某些方面 其实跟Elon Musk 其实蛮像的 虽然算他们两个人很不对付 你像马斯克他也是 他其实关注的是一些 他认为的一些重要问题 同时他从这个问题 作为原点去推导 我要去解决哪些环节 然后我们可能看到的是 他在解决这些环节 对吧 比如电池也好 或者说比如火箭运载也好 但他最终不是为了造火箭 而造火箭 对吧 他可能他的终极的一些想法 是服务于某一些 更遥远的一些具体的目标 这些目标可能20年前 他已经在构想了 只是说盖茨 你如果去看待盖茨 介入到气候问题 介入到这种疾病预防问题的 方式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俩 似乎有同样的一个思路 在中间去执行 大量的一些命题的深入研究 同时去自己花钱 来破解这些关键领域 我觉得这两点 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举个例子 既然你提到马斯克 我们讲说马斯克 他有一次 他就是他要跟贝索斯 一起去比拼谁 能够第一个把人送上 自己的火箭上去 然后他就会花时间去读 各种各样的火箭的资料 甚至是前苏联的火箭的资料 有一次就有人看到他 约他去吃饭 然后就发现 他一个人坐在酒吧边上 然后就拿了一本厚厚的 苏联的这个火箭资料 然后读了一个晚上 这样的能力 其实你看这两个 就盖茨给你感觉是nerd 对吧 是一个基本上不大会说话 然后反正就是个书呆子 马斯克不会给你感觉是书呆子吧 但其实本质上 他们都是书呆子 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他们都是有心里想着大问题的 就是他们都有一种危机感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你如果没有危机感的话 你作为一个亿万富翁 你享受生活还来不及 对吧 但是如果你有危机感的时候 像盖茨这样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 有学习能力的人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 可以组织资源的人 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 可以提供很多资源的人 那这个时候 这个资源用来做什么 这是他非常重要的 他也会花很多时间去思考 完了之后 他提出解决方案 然后他去投钱给那些 创新的机构 他自己的基金会 甚至在美国做了一个 小的核电站的实验场 他要去尝试一种新的 核电站的方式 这种知心核一 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这15秒钟 入脑入心 留给最无耳利的你 JASPOR 2022年广告招商 现已全面展开 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JASPOR 回复广告 了解详情 今年夏天 我们打算给JASPOR的声标 换个限定版的清凉包装 包括你听到的这个 我们一共制作了四个创意 不同的版本 今天起到7月10号的试用期间 我们会把这四个版本 随机投放在JASPOR旗下的 原创节目里 在JASPOR的公号 夏日新生标的投票文章 以及JASPOR的微信视频号 这两个地方 你可以听到所有的版本 7月10号 我们会选择热度最高的两个 作为夏日限定新生标 欢迎大家来JASPOR的公号 或JASPOR的视频号 给你喜欢的声标点赞投票 你们决定了哪两个声标 可以在这个夏天出道 他在这个新书里面 其实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说的其实挺有意思 就是他认为 包括整个的这个疫苗这块 就他认为 疫苗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 实际生产 几乎一定是由私营企业完成的 所以他特别看重这种什么 公营机构和这种私营企业之间的 这种合作 这种合作不光是技术上的合作 包括像学术上 以及从生产端的这种合作 他的公营跟私营就告诉你是什么 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市场上解决的 就是说我当我的这个研发已经完成了 你应该找的是那个成本最便宜 比如说在过去这一两年 印度有一家公司叫做雪青工厂 对吧 就是做纺织要做的规模特权就最大的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让他来做 他可以做的更好 但是他要强调的两件事情 是私营企业做不到的 第一个像这种公共的疫苗 特朗普我们讲特朗普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 但是特朗普政府在应对疫情的时候 有一项政策是很重要 就是one swap speed 就是那个弯道超车的那个方案 就是说这些公司 不管你谁 只要你造出疫苗 我提前把几千万剂的这个疫苗 我先买下来就我把你的市场上波动性的风险 失败的风险我来承担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疫苗厂商都有动力去做了 所以说政府第一点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研发当中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我来承担公共政策 第二个是再上前走 就是我怎么去鼓励基础研发 他特别强调就我们又回到这个mRNA 看一下mRNA的疫苗 2020年的这个诺贝尔生物学奖 给到两个这个研发基因编辑的这个科学家 但是背后你看整个基因编辑的 整个科学发展的历程 20年之内 很多时候你是在默默的做贡献 对 很多时候你在有耐心的 Modonna这家公司 甚至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 被认为是跟坏血 大家记得那本另外一本书叫坏血 Bad Blood 伊丽莎白 沃尔摩斯 他做的这个就是低血检测的这家公司 这个叫Serenus 他说很多人认为Modonna跟Serenus一样 都是一个忽悠的公司 所以这个时候 公营机构或者是公共的财政 你要做的是 我要对基础研发 没有明确应用场景的基础研发 持续投入 因为你这是为未来做准备 等到突然出现问题的时候 突然发现 我已经做了很多了 想象一下MRNA里面 理论上很简单 我讲说我这个性史RNA 可以把那一节病毒的基因 移在上面 然后它进入到你的人体 你的免疫细胞 看到它之后 针对它做一些反应就好了 对吧 讲起来很容易 最难的是怎么把那一节基因 植入到人体当中去 而他们花20年 就是为这个基因背后 做一个纳米级别的包裹 想象一想 你做一个纳米材料学的 又跟基因 又跟生活的东西一样的 这个研发是不得了的 你可能要试错几千次几万次 这是他特别强调的 就是我们讲很多时候 市场能解决的事情 都是容易的事情 难的事情是突破 我们很难去做一个计划说 我们计划五年之后 癌症突破了 谁敢说这句话 没有人 但是你可以说 我在未来五年 加大对癌症领域的基础科学的研究 每年增加1% 这件事政府是可以做的了 是 这个也是新冠以来 就是盖茨也说了 人类走运的一个地方 就之前关于MRNA疫苗 已经研究了20年了 这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幸运的 但你不能把你的公共政策基于 只靠这个运气来做 所以他的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说 这次走运不代表你下次走运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大 大家都要 首先要有awareness 你都要意识到 第二个政府更做更多的事 对 包括他也说到了 就是在药剂生产 包括疫苗生产这块 就是这种所谓的第二货源模式 这个好像是 当时是受这种汽车产业 制造业的一些启发的 他还是讲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荣誉 对吧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就你的疫苗 第一个你要有生产的能力 对吧 我们在新冠的疫苗的研发过程 你会发现 它的爬坡 其实跟汽车生产的 爬坡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那在这个过程 我要规划到一定的能力 有政府采购在背后去托底 然后还要想好说 我的分配的机制 为什么他要强调 不要冷练 而是要常温呢 他其实就说 我的分配机制 不能说 只在发达国家 能够有应用场景 因为发达国家冷练是可以的 你到撒哈拉 你到黑非洲去 热练都没有 对吧 就是正常的运输都没有 你还要冷练 那怎么可能呢 那这个时候他就说 我要有一系列的这些准备 就是说 这个时候 他又展现出来 虽然说我们不能讲说 盖茨是一个运营非常牛的人 但是他试图把 一个复杂问题的每一步 都基本上我要点到 这样我们大家去 才有一个好的 可行的应对的方法 是的 就是盖茨关于整个的这个流行病议题 其实他也个人投入非常大的一个时间 但是也不意味着他在这里面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被大家所认可的 其实也关于很多人对他的批评 我之前还看到过那个新共和杂志 发过一篇文章 很长的一篇文章 他主要讨论的其实就是一个盖茨比较受关注的地方 就是他讨论的是盖茨在整个新冠疫苗研发过程中 他可能有意无意扮演了 或者说发挥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负面的作用 你像盖茨他00年卸任微软CEO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跟很多国际大药企 像辉瑞像阿斯利康强生 已经成为知识产权问题上面的亲密战友 当然他本人作为一个医药界的外行 他最直接的参与方式其实就是砸钱 所以他在当年就为那个国际疫苗联盟 就是那个GAVI提供了大概7.5亿美元的种子轮启动资金 并且他也为这个药企和这个疫苗联盟的牵线搭墙 其实药企当时在世界上的公共形象是非常不好的 尤其90年代末 但盖茨不仅为药企提供了一个面对产传争议的 这样的一个新的故事 而且他通过这个疫苗联盟 一直坚持高投入和新技术为主的这种国际卫生项目 为药企争取到了很大的利益 当然他作为这个世卫组织长期的最大投资人之一 甚至可以影响到世卫的一些决策 甚至可以让那些为世卫组织内部的职员丢掉工作 新冠疫情期间 其实盖茨通过自己在世卫组织里 由他自己投资的这个叫加速计划打引号的 来影响各个公司的这个疫苗开发 也通过这个计划保障相关公司对于疫苗的知识产权 以及定价权 包括我们可能也会提到像牛津大学 他在2020年本来尝试去免费公开新冠疫苗专利 盖茨基金会就很快联系了牛津 说服他们不公开技术 而是选择与阿斯利康进行独家合作 这些都是让他遭受了非常广泛的批评 就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短期跟长期的讨论 我们在短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情绪化的东西 这个情绪化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如果看到明显的不公 也就是说在美国你可能发现打第三针的这个booster shots 第三针很多人不打 然后存了很多货 但是在很多的这个非洲国家可能还没有这个针可以打 那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是分配的不公平 但是我们整体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就你从一个商业模式的角度 你一定要说我有一个长效的机制 鼓励药厂愿意做突破性的研发 让药厂有一个很好的未来的收益的机制 这个时候其实盖茨可以提供的是说 我可以保障你的销量 然后最后再用那个制造药物制造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复杂性的协同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这一点我们倒不是那么认同 因为当然我也不是说代表经济学人的观点 但经济学人他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点 他就特别强调说很多时候是有一个规律性的 这个规律性就是说市场有市场的发展的规律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补充市场发展规律的不足 怎么叫补充不足呢 盖茨说我基金会出钱 然后我买断或者说我让你大家达成一个协议 我的授权可以免费或者是很低的收入 然后我帮你在跟这些纺制药厂联系之后 有更大的发展的空间 但是你不能够改变市场的规则 这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一旦你当你这次改变市场规则 也许能带来很大的效果 但是到第二次再出现流行病的时候 如果这些药厂没有动力去做研发了 那你就很惨了 没有一个蓝图的时候 你想去免费分享也没用 但这种行为在民粹时代的话 就会获得非常多的一些口实 尤其中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像牛津大学放弃了免费分发疫苗 这些事件当时也有很多的一些媒体 直接把矛头指向盖茨 而且确实盖茨本人或者他的基金会 扮演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些作用 包括像组织阿斯利康这样的一些药企 以各种形式 其实最后是阻止了WHO去开放新冠疫苗专利 他当时有个叫C-TAP计划 像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理解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 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出来 就认为盖茨在这中间发挥了他的另一面 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要坚持的东西 和他要放弃的东西 那盖茨他可能他选择 他坚持的就是说 知识产权 他坚持技术可以改变未来 他坚持好的技术 不可能是免费的 当然我们可以回到几十年以前 比如说治疗POLIO 应该治疗脊髓挥制炎的发明者 他其实没有从疫苗当中获得一分钱 如果我们能回到50年以前 大家如果已经形成这样一个约定 说我所有的未来突破性的研发 只要是治疗大流行病的都不应该收钱 如果大家能有这样一个共识 而在这个共识当中不断的有年轻人 新的科学家愿意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 那是一种大的改变 但是其实大家看过去50年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 甚至你去看这些诺奖的得主 在过去这20年医疗行业跟高科技 跟投资界的紧密沟通之后 你会很清楚像盖茨比我们看的会更多 在这个过程当中 金钱的激励早已比名誉的激励 跟奖励的激励 跟同行评价的激励要高得多得多 这是一个大的现实 如果你当这个现实很清晰之后 盖茨我相信他不是一个革命者 对吧 他不是想说我要把这些企业都革掉 你之前也提到 盖茨本身就是靠垄断来发家的 这是他的执念 你指望他去反对这一点 我觉得很难 你们经济学生还发过文章的 当时一篇很深度的报道 来谈论 我记得当时谈论的是盖茨基金会 他的这套方法的优点和他的局限 尤其他那套所谓的数据主导 然后同时深度介入这些垂垂项目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很多人在做对比 因为贝索斯的跟盖茨是先后离婚 对吧 然后贝索斯的前妻一下子变成 全世界最富有的前十位的富翁 但是他的决赠的方式 跟盖茨基金会的捐赠方式 非常非常不一样 盖茨基金会的捐赠方式 是一个创造了一个大的官僚机构 所有的这个案子都要 有人去提案 要写很多的paperwork 要申请 然后要审核 然后基金会在选中的案子当中要有很深入的参与 贝索斯的老婆前妻做的事情就是 我看到一个很好的项目 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开张支票 结束了 风投大佬 对吧 我不去看 就我也不追求美光灯对我的报道 我也不去看 我只是相信这是应该做的 然后你需要钱 但民众很欢迎后一种 对啊 但是你的挑战就是说 我们希望是多样化的 因为我相信他投的项目一定是有价值 但是你也需要去说 不要有人因为在这样的没有监管的情况下 钻空子 对 盖茨他的整个的基金会的运作方式 好像非常看重这种量化的一套检验方案 因为有一本书 专门谈盖茨基金会 就叫盖茨基金会的崛起 这本书 他那个作者就自己讲过 说量化这种形式 本质上是把这个世界的混乱 简化成那种公式和这种数字 但是他可能很难去处理那些最棘手的问题 而且他还举了个例子 就是讲盖茨基金会的 什么一台ONI处理机 抵达达达卡尔的时候 当他运到非洲的时候 说达卡尔当地300万居民里面 有100万人是住在那种 没有下水道的房屋里面 然后这一群人 他可能受到教育的条件也非常的有限 就是他们对于公共卫生的理解 这可能跟我们对这个国家 在20世纪早期的这种理解 可能是处于同样的一个水平 说这台机器出现不久之后 当地就出现了大量的 说这台机器的功能 是把污水里面的水 去加到我们的市民的饮用水里面 就这种叫魂式的传闻就开始出现 所以你看盖茨他最后不得不 去做一些额外的PR公关 来平息这些风波 我觉得他其实告诉你说 任何的技术控都会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就是很多的社群对于新东西是缺乏准备的 你要我们任何一个 大家如果去过欠发达的地方 他们去 他们之所以欠发达 一方面当然是缺乏投入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 他们对于外部的环境 跟新的事物是缺乏认知的准备的 我们都不能讲说缺乏认知 缺乏认知的准备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贸然的 简单的空降一个东西 其实很难 我相信其实这些案例 与其说是盖茨在做慈善的工作当中 出现的很多的挑战 不如说这是帮助他 更好的未来更多因地制宜的 了解当地的环境 了解当地的基础设施 了解当地的老百姓的局限之后 给出更多的好的点 我记得在有本书里面提到 就是说盖茨在帮助当地去应对 埃博拉病毒的感染 对吧 那个时候说我埃博拉病毒 比新冠的致死率要高得多 而且是通过人的体液传播的 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隔离 当地的人其实对于隔疑是充满恐惧的 尤其是当亲人要被隔离的时候 我看不见他很难 盖茨基因会在了解当地的 这样的习俗之后 做了玻璃房子去隔离 也就是他把病人隔离在玻璃房子之内 亲人可以在玻璃房子外面 看到病人在干嘛 有情感的接触 甚至可以隔着玻璃 说些事情 他就一下子 很好的帮助他跨越了这种隔阂 也有效的把病患隔离了 那我觉得这些细节其实很重要 就是这些细节都是你犯了错 你意识到原来当地人是 他们不是简单的说不接受科学 而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执念 然后你做一个小的调整之后 就能够帮助解决了 是 而且当然在医疗领域 包括在一些气候议题领域 对吧 盖茨他的话语权是非常大 同时他也确实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些贡献 但盖茨基金会过去几十年来 他对于有一些领域的投入 其实就效率没有那么的高 比如说在教育领域 这也是他可能就是被批评的比较多的 尤其盖茨基金会对于 教育这块支持的项目 几乎大部分都是最后以关闭而告证 尤其他在推广 那个所谓的small school 这个项目 小学校这个项目 他也没有给参与的学生 带来显著的认知变化 而且他以前还提倡过 那种所谓的教师绩效工资制 对吧 这个好像后果也不是特别的 就是让人满意啊 所以有的人也会去批评盖茨 这方面就是 当然当然我觉得有的话太刻薄了 我在国内看到过 就是有人说盖茨这方面 就跟乾隆很像 在各种艺术品上 敲上自己的这个印章 然后扮演那种能量非常大的 上帝的角色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他的出发点都是好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一点 然后第二个呢 在教育问题上犯错的人 不止他 比如说Facebook曾经在给巴尔丁摩的这个学校 捐了一亿美元 他觉得一亿美元能够改变当地的问题 结果发现一年之后 这一亿美元花完了 什么效果都没有 也就告诉你说 其实我们讲说 我们把不同层级啊 就是气候经济与人力未来的问题 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重要的是awareness 让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所以这一点 其实然后呢 你可以花钱去投那些黑科技跟新科技 我觉得这就好了 这个治疗新冠这样的大流行病 是一个急迫的问题 这个急迫的问题 如果你不做 它带来的间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些问题呢 作为一个基金会来讲 也是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那个时候 如果你差的是钱 我给你钱 差的是某些好的想法 我找到想法就能做了 教育都不是这两类问题 对吧 它不是一个长期的 大家awareness 大家有awareness 但是大家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这件事 你很难有一个好的标准 我觉得它就特别代表了 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盖茨那套非常量化式的 就是严重依赖数据为导向的 这套赞助思路 他在教育这种 很难复杂的多元的 我们无法去量化 就是一个人对吧 一个自然人在教育这套机制中 每个人可能产生的变化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恰恰就可能达到了 盖茨基金会的一个弱点 就你气候经济就是我减碳这件事 我只要有实际的数据来支撑 你不会告诉我说你说的是假的 对吧 教育这件事 孩子的认知能力提升了 我简单 我觉得到底衡量什么 很难的 你教育问题上就会出现 你衡量什么 我可以把什么指标做好 但是我教育还是一塌糊涂 这个时候 我觉得它很大程度上需要的是 更多的有耐心的长期的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孵化 最后其实在美国 在很多国家 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 对于教育而言 一方面当然是说 我们在英才师教这个领域里面 怎么能做到更多的公平 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我到底怎么去让老师 教师这个职业 其实我们现在会发现未来的发展 你说有谁孩子说你未来想做什么 我未来想做创业家 我未来想赚钱 我未来要开公司 当爱动 那你有会让我未来要当一名好的老师 对吧 其实它面临两个挑战 一个挑战是教师的工资 在整个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 它是停滞的 第二个教师的受尊敬程度 在整个大家对于未来职业发展过程 受尊敬程度是不是那么高的 所以说未来他其实盖茨可以做的 应该是什么 或者说我们大家应该去做的 要么哪怕工资很难提升 因为毕竟覆盖面很广 怎么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 让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 非常有意义的 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是很重要 你如果这件事做不了 我只是简单的说我给他incentive 就叫绩效工资 或者说我去引入一套 我觉得挺好的机制 你们都按照我这机制做 最后除非你告诉我 人工智能可以当老师 不然的话 你其实是很难做巨大的改变 这一点上 其实盖茨我相信 我们应该用一个正常人的框架来 衡量他 千万不要神化他 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 犯过很多错误 对吧 有很多思维盲点的人 这个时候他想要做的是说 他看到了这些是重要的问题 气候 教育 医疗 癌症 传染病 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做成 是不是真的能够带来改变 我觉得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对 就是包括像刚刚其实也提到了 就是像他的话语权 其实在世卫组织非常大 甚至可以影响到一些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他的这个医疗资源的投入分布 对吧 甚至可以决定哪些疾病 可以优先的受到重视 这个自然会带来一些 比如说盖茨基金会非常关注的 那些优先基金很高 像小儿麻痹症 像疟疾 这种都是盖茨付出了 非常大的心力去研究的 这样的疾病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就被作为根除的守卫 但是也未必每个国家都会 对吧 他是这个 未必就适宜这样的一个优先顺序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过去像一些 世卫的干事出来抱怨 这些 比如说认为盖茨垄断了 虐疾炎基金 或者认为什么 他的这些 根除小儿麻痹症的目标 去干扰了 有一些在当地 可能非常重要的 其他疾病的仿制 但这个东西就可能很难 再去归罪于盖茨个人 对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说你把它当作神 就不对了 对吧 那我觉得反过来 我们看中国 我们就觉得 其实我们中国需要的是 什么样的人 我们需要的是说 我们也用盖茨那套方法论 看中国的医疗体系当中 哪些疾病是广泛的 占据医疗成本很高 覆盖面很广 但是又有办法来解决的 所以说我们简单做一个类比 就是糖尿病跟高血压 这两点可能占据了中国的医疗成本的三分之一 甚至更多 覆盖都是上亿人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慈善家说 我的目标就是怎么去更好的 有效的 因为这两个都是慢性疾病 其实它很大程度上是帮助大家去改变生活习惯的 对吧 我怎么去把这两件事做好 可能你带来的那个效果是不得了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事 其实它就跟非洲的瘧疾是一样的 因为它的严重性很强 覆盖面很广 你做完了 一定就能带来好处 对吧 但是你不能指望说 就是盖茨他会跑到中国来去理解中国的现状 因为非洲是他的这个投入可能更能产的效果 对 你怎么看的 就是盖茨基金会因为过去的话 是他们夫妇俩 对吧 在主持 而且他们背后还有一个巴菲特 对吧 现在盖茨离婚了 那21年之后 巴菲特也退出了盖茨基金会 那么有的人就会觉得 那基金会接下来会不会进一步的更盖茨化 对吧 变成他一个人一言堂 不 我觉得基金会会有两点 第一个 Melinda有自己的想法 对吧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 他们俩怎么分割财产 我还没有仔细去关注 但是至少在盖茨基金会上 Melinda是有自己的发言权的 也就是说 它会变成两个盖茨基金会 一个是盖茨关注的 一个是Melinda关注的 而且呢 我觉得未来最好的方式是把它分开来 因为他们俩之间的沟通 一定跟之前是很不一样 你不希望说 因为高层的两个coach 两个主导人 他们之间的利益纠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andcjaV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fref您 欢迎订阅 藏市重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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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